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在这之前读黑中江大学 或者在我中学读书的这个阶段 我为什么要谈这段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前提 我们只读毛泽东的书 或者是说毛泽东的书读得最多 那个先秦的诸子百家的东西 我们读得很少 那西方的东西当然没有了 有吗也是从苏联那边过来的 那作为我们学生来讲 苏联过来的一点文艺理论书 那更多的是一些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之类的东西 比如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在读细线的时候 我们寝室有一个同学 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们十点钟洗灯睡觉 一个同学没有回到寝室来 然后管理寝室后勤的老师就问这个学生到哪里去了 我们也在找 后来发现他蹲在厕所里边 当时还没有坐筒 蹲在里边做什么 看《红楼梦》 这作为一个事件 那六四年的时候 作为一个事件 戏里边 学校里边 作为一个事件 大的事件 那么年轻的一个孩子 不读毛主席的书 蹲在厕所里看《红楼梦》 那还得了吗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就说明 我们在这之前 我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有多少知识能够给我们 我们对知识的一种渴望 是什么程度 那么这就是我杜叔叔所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这些事情 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文革结束了 我们的大门已经开了一个缝 有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焦大读的书 他很有意思 因为我很渴望 也需要一些书记来看 他在焦大帮我借来一些个书 是什么类 都是哪种类型的书呢 可能跟科技方面有关的书 比如说我有一本书 其实 也给我影响很大 是一本叫无数学物理 我记得那本书里边 其中的一个章节 讲的是量子力学方面的知识 我记得有一个量子力学 一个物理学家 量子物理学家叫 理查德费一曼的 他有一个思想 其实也许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一个思想 就是一个历史求和的一个思想 他的一个基本意思 我记得是 说是一个系统 在一个空间里 他不止只有一个单独的历史 而是有许许多多可能的历史 他这样问题提出之后 就是对于我们以前 对世界的认识 对事物的认识 我们会放弃这些东西 对事物对世界 可能会有 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他 就不会把一个事物看的是 死版的 一个样子的 等等 那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 书类似这样的 从科学这方面来阅读 所获得的一些知识 可能对我有很大影响 那段时间因为出于 属于成大位现代美术 或者前卫美术也好 这些年轻人在各个地方 都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 因为这个社会 当时已经把一个门开了一个风 他们看到外部世界是什么 对吧 大家都想从这个门里 门缝里面挤出去 但是大家挤不动 有很多压力 所以艺术家们组织一个群体是必然的 大家有一种互相帮助 互相依靠 那么这样一来力量就更强了 也有一个政治上的 精神上的 心理上的一个依托 这点很重要 因为在当时来讲 环境非常严格 单枪匹马在那 像北方老百姓所说的 单枪匹马 手里拎着自己的脑袋去做事 确实难度很大 那上海的情况跟外地情况不一样 也许上海在它的历史 它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 尾数团体 比如说决战社等等 有过 所以上海艺术家对这些个美术群体 并不是很在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上海的艺术家 跟外地艺术家 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不同 就在于 上海的艺术家 不会因为一个艺术家 搞这种类型的作品 而大家都跟着他走 他和北京不一样 北京图画叫扎堆 大家扎在一起 有一种风潮 比如说 马克西莫夫来的时候 人人都是马克西莫 克里蒙特的作品 在北京展出的时候 一下子人人又变得克里蒙特 喜欢扎堆 喜欢把一种风格 一个画家的东西 作为偶像可以的 但是 人人都 把他做一个偶像 人人都搞这些东西 这是北京的一种艺术家的一种做法 上海艺术家不这样做 上海艺术家看到克里蒙特来了 大家都不要画克里蒙特 如果说我原来有点跟克里蒙特像的话 我马上不做 这是上海艺术家的一种思考 一种作为 一种对艺术的态度 所以上海的艺术家 无法组织一个 带有明确的 有宗旨的 有目的的 有活动规范的这样一个群体 大家可以在一起活动 比如说我们搞展览的时候 可以在一起讨论问题 但是都不愿意 我们有一个宗旨 有一个盟约 有一个一致的行动 都不愿意 上海艺术家很强调自我 很强调个人 这是不一样的 原来也想做包作动 因为复印节已经复印好了 叙叙多多 但还是做不成 如果我做一样作品 就没办法站住 肯定是做不成的 后来就改换 毛泽东不行 做里根 就这样 那是第一次用政治人物 对 其实政治人物这样的人物 倒不是说我对现实政治多么感兴趣 而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要提出好多问题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我们怎么样了 我们的历史怎么样了 我们的社会怎么样了 是提出这些问题 我的我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提一些问题 让我们自己来思考 让知识界来思考 让我们的平民百姓来思考 而不是政治本身 包括后来胭脂有毛泽东符号的这样的作品 比如说包子冬叼一朵花 还是提出这些问题 我们的政治生活怎么样 我们本人怎么样 对吧 我们的历史怎么样 等等这些问题 六四之后 大家都没办法再从事 这样的一些个集体的展示活动 然后艺术家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开始思考好多问题 那可能是有些个相同经历的人 也会思考到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 那我也回到画室里思考我的问题 我刚刚已经说了 思考什么问题 思考我个人的历史 我个人的遭遇 我个人的经历 那跟毛这样符号是息息相关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年龄 从小学开始 中学 当时一个口号就说 我们要在毛泽东旗帜下成长 我周边的符号 我周边的符号全是这样的符号 这是一个 这等于就是我的一段历史 度小学 我的黑板 前面的黑板上面挂的都是主席箱 一直到文革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被接见的时候 不是毛泽东有九次还是八次接见红卫兵吗 被接见的时候 一个真实的形象 和我小学几岁的时候 所见到的一个图片的形象 这种历史 这种差距 然后那么几十年 你就看到 这个符号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在我生活 在我的生活当中 它的重要性 它的意义 它的那种叫普及 所以 当我希望 我能够 书写一个新的历史文本的时候 我会想到这样的符号 于我寒也有毛的 这样符号出现 因为我们年龄都是一样 可能有共同的经验 遭遇 所以也有这样的历史符号出现 但是后来一些个孩子们 包括当下一些孩子们 使用这种符号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因为这个毛已经跟他们 没什么关系 因为好慢 那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跟他们一点都没有关系 他们不认识也没见过 这个符号对他们来讲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说因为好慢 也许吧 我就不知道了 我会想到这个符号 我会想到这个符号 就会不会被人家 我会想到这个符号 就会不会被人家 我会想到这个符号